这是猴面包树 在澳大利亚北部居然也有猴面包树 这长得真的是蛮大的 这是果子 你看就像面包一路过来 见了不老少 这个树 这个可以吃的啊 但是我就算了 因为口渴 那边很多座那个白蚁的巢穴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看这个红面包树这个果子 切的还蛮多的 这个也是空的吧 这边就不是那种红土了 你看这种黄土的 所以说这个白蚁造的这个巢穴 你看颜色也不一样了 形状感觉更大了 把那个果实撒一下 气温啊 40度啊 我看那边是有乌云啊 哎呀我这土地上怎么没有乌云 就只有一点云彩它也不下雨 真的好热好热 我跑一阵子就得让这个车休息休息 这个轮胎让它降降温 还好呢就没有把这个轮胎的胎压打得过高 40多度胎压不能太高了 我这感觉好烫 看吧 哎呀现在外边还有40度啊 我本来有一个这种特别小的架子嘛 结果呢上个视频拍摄的时候 灯最近断了 然后它这边有一根那个 要算是一根柱子 掉了找不到了 所以呢这个也就做废了 现在还是回到用那个粘的那个卡扣 拍视频就好了 所以啊我过两天过三天 不过四天到达尔文了 我还得去买点这个GoPro的配件 哎呀真的好热啊 这头顶上感觉要下雨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 现在都41度了哎呀 真的来一场雨吧 火都快热死了 上面还拉了一台车呢 今天这一天啊都在这个树林子里钻 景色也一样的 唯独就是下午了多了点云 温度还是40度 哎 现在到了Fayseroy Crossing了 这是一个小镇 你看这还有防车营地 进城是这个方向 哎呀我在考虑我进不进城呢 因为这个城市是我差不多出来400公里 唯一的一个城市 哎呀我先去看一下加油站的油吧 油价多少吧 因为我还想往前跑到那个霍尔斯西那边 Burl's Crack那边 哎呦这边真的是 这好多原住民这都是 看一下油价吧 我都没发现这是 计数器 2块5毛3 这油价 你看它的这都是保护起来的 你看这个商店也是的 都是各种的这个网子 看这个小镇不一般呢 哇 它这里还有一个大超市 排个队 我就加了40块钱的 我之所以在这2块5毛多的油都加了40块 是因为前面那个Horse Creek 2块6毛多 真的是遭念 好了 走了走了 因为现在时间上早 现在才3点钟 3点钟我跑过去289公里 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到 刚好天黑 就这么一个打算的 它这边一路上还有一些小河 单行道的桥 这河窗都是干的 哎呀 天气这么热 41度蒸发量 吓死人呐 这眼瞅着又要天黑了 这头顶上都是乌云 可这个九旱分干林真的只有一滴啊 就给我飘了个意思意思 我拿起相机 它就停了 哇真的是 霹雳啪啦的呀 总算是下雨了 就这样子外边还有37度呢 这天上的云倒是蛮好看的 马上天黑了 估摸着还有一个小时 而我呢还有个130公里左右吧 有得赶夜路咯 不过不打醒 嘿嘿 习惯了 总算是下雨了 好凉快啊 天也快黑了 在这个西澳北部啊 就没办法呀 就每天就必须要 跑很远的路 不然你啥时候才能出去 这个云真的是好震撼 感觉云层好低 这个云层又好厚 就像一个被子一样的 盖在这个大地上的 这个晚霞真的是好漂亮啊 啊 晚霞也基本上结束了 我呢刚好 嘿嘿嘿 马上进城 到了这个Horse Creek 马上还得找上一个 房车营地 左边是个加油站 右边这个牌子 你看显示的是 可以露营 看到没有 房车亭的地儿 请来问一下某这个情况 就这个房车营地 哎呀今晚就住这儿吧 22块钱 就是入住他家这个房车营地 他现在在带我认位置 我只需要转开灯 因为有人转开 所以这个很好 哎 这个不是你 不是我 哦 你可以用这个 哦 我可以用这个 这个 那就38号我停在这儿 刚好可以连电 就挺好的 6点多了 总算是挺好车了 就选这儿啊 靠近一点 接电方便 看一下 我的冰箱啊 哇 这个草莓 过会儿得吃掉它 鸡蛋明天早上 你看这冰 还有两大块是吧 今天晚上 过会儿 炒个牛肉 今天晚上 全炒 切一半 炒一半 再放到冰柜里头 明天还可以用 咱就是这么利索 切了一个蔬菜拼盘 牛肉呢 切了一下 刚还 腌制了一下 现在准备 先把牛肉下锅 先划一下 不着急 就不要那么讲究了 顺序 反正就是一锅会 就赶紧的炒了 感觉有点小下雨的 感觉咯 不要下雨啊 这个牛肉拨进去 但是这个油不要拨了 因为这个油里头 还有一定的血水什么的 就是把那牛肉炒一下的 哇 这个很香啊 这就算是一个盖椒饭 因为我还蒸了米饭 哇 真的好香啊 好了 关火 哎呀也是难呢 刚把菜炒好 然后米饭做熟了 结果外边就雨下大了 我现在躲在车里吃 呼呼呼 真的米饭 哎 这你看澳大利亚 你看自驾游就这样啊 尤其是西澳这边北部 我一天跑了700公里差不多 就就见了两个两个乡镇 两个小镇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啊 就在这露营 也别说 哎呀那我为什么不去餐厅吃饭 他这餐厅早关门了 很多澳大利亚的餐厅都是 中午两点钟就关门了 小地方根本就没餐厅的 都是自己做饭 哦 好好好 嗯 可以 我现在炒了个大灰菜有水平 啥菜反正都一起丢 嗯 嗯 这就相当于是个 大灰菜的牛肉盖焦饭 嗯 吃完我又得去洗 洗锅洗碗 洗树啊 它这边是没有厨房的 有的时候 你要想自驾游的话 你自个儿要带好这个 锅碗瓢盆的 并不是每一个房车硬地都有厨房啊 像这种便宜的嘛 它就是22块钱 要是30多40块钱的 可能就肯定就有厨房了 嗯 嗯 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了 嗯 今天都是凉快了 啊 那视频到时候结束啊 吃完饭了 嗯 现在它在外面都淋着雨 我也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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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